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要为大家分享 策尔静听法律 请大家领听 长年期第26周星期四读经 攻读阿斯德拉书下 八章一至四节 五至六节 七至十二节 那时候 所有的人民都不约而同 寄居到水门前的广场上 要求阿斯德拉经师 把上主命以色列 当遵守的梅色法律书拿出来 阿斯德拉斯基便在七月一日 把法律书拿到男女群众 和所有能听懂的人面前 在水门前的广场上 从早晨到中午 在男女能听懂的人面前 选读了法律书 人民都策略 敬听法律书 阿斯德拉经师 站在为朗读所准备的高台上 在众人注视下 展开了书 他高举众人之上 他展开书的时候 众人都站起来 阿斯德拉先赞颂了 伟大的天主上主 全体民众举手 回答阿门阿门 以后跪下 俯首之地 亲从上主 内卫人 给民众讲解法律 民众站在远处不动 阿斯德拉 每读一段天主的法律书 就翻译并解释 这样民众 便能明了书中的意义 乃和米亚省长和 阿斯德拉斯基监经师 以及教导民众的内卫人 对民众说 今天是上主 你们天主的圣日 不可忧愁痛哭 因为民众听了法律的话 之后都哭起来了 这时 乃和米亚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些美味 喝些美酒 也分送一些 给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因为今天是上主的圣日 你们不可忧愁 因为与上主同乐 就是你们的力量 雷卫人也安慰民众说 你们要安静 因为今天是圣日 不该发愁 民众就去吃喝 也跟别人分享 大家特别高兴 因为他们都明白了 对他们所说的话 感谢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祝内的兄弟姐妹 以色列人 经过亚书帝国 和巴比伦帝国的充军 终于是在 普斯帝国 通一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当时的皇帝 居住士 二世 允许他们回国 重新修建圣殿 后来呢 又到了另外一个皇帝 他叫阿拉薛西斯王 这个时候 他们再一次回国 当他们建完圣殿之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去遵守 梅色法律的问题 当时他们把 仅存的 找得到的 那个梅色法律书 拿出来 这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传家宝 的确是一个宝贝 我们不光说内容 就包括它本身 也是一件宝贝 因为在 那个时候 书写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而且书写的材料 是羊皮卷 把羊皮 做成长长的一条 然后用一个肘卷起来 携带也不方便 保存也不方便 不像今天的书一样 而且那个时候 需要 人精通 他们的语言 还得写下来 我们想一想 不用说整本圣经 就是梅色武书 全部写下来 也需要 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 它本身 这个 梅色法律书的 这个卷咒 本身就是非常的值钱 就放在现在来说 完全是古董 也是无价之宝 另外 更值得人去 尊重 更 有价值的 就是它的内容 就是梅色武书 是天主的话 我们看到 当以色列人 愿意去听天主的话的时候 他们举行了一个 非常隆重的仪式 他们在这个广场上 搭了一个高台 然后呢 有精师 俄斯特拉 站在这个高台上 去朗读 然后呢 民众是站在下面 我们看到 他们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礼仪 在开始浪读之前 俄斯特拉 先赞美天主 做了一个祈祷 俄斯特拉 神为司机和经师 他祈祷完 大伙就打阿门 阿门 而且这个时候 大家都是站起来 当 俄斯特拉经师 先把经书 展开 人们就站起来 俄斯特拉 开始做了赞美 祈祷 祈祷完 大伙一起举手 回答阿门 阿门 之后又跪下 俯首之地 来清诚天主 一个感恩的表示 然后大家又站起来 这个俄斯特拉 读一段 六位人 就给民众讲解一段法律 或者是翻译解释 就这样 为了使民众 能够理解书中的意义 而且来听经书的人 我们看到 凡是能听懂的男女 都寄聚到广场上来 这的确是非常一个浓重的事情 众人对于这次聆听天主的话 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且读完之后 俄斯特拉 也包括当时的 纳赫米亚省长 告诉他们说 今天是天主的圣日 今天是过节 不可忧愁 应该快乐 应该去吃喝 并且也给大家去分享 所以大家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们聆听了天主的话 其实这段内容 这个整个事情 和我们今天弥撒当中的 圣道礼仪非常的相似 这一朗我们想到 在圣道礼仪当中 我们也是有人读经 然后有司祭 就是神父 一般来说是读福音 福音完之后呢 就有讲经 而整个的过程呢 大家在聆听 这个读经的时候是坐着 而在聆听福音的时候 大家都要面向福音 侧耳聆听 一定要记住 侧耳聆听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在弥撒经书总论当中 特别强调 在读经和读福音的时候 大家都要侧耳 都要聆听 因为这个时候 读经者是代表天主 来选读天主的话 我们要从他们的口中 聆听到天主的话 当我们聆听的时候 也就是按照自己的角色 去参与礼仪 参与弥撒圣迹 加禄说 读经员或者是神父上面读 交友在下面 自己拿着手机去读 这完全不符合礼仪的意义 因为你不是参与 而是你自己在干自己的事情 虽然你在读的也是福音 但已经和聆听福音 不是一回事了 同样有一些圣堂内 他们会放上一个大的屏幕 投影 在这个时候呢 神父那边读福音 这边交友自己去看自己的福音 甚至那联冲着其他的方向 不是冲着读经台 大家可能发现 当读福音的时候 尤其是在供祭的时候 有一位神父去读福音 那么其他的神父包括主祭 哪怕主祭的是主教 都一起要面冲着读经台 因为读经的人在这个时候 代表的是耶稣基督 来宣布读天主的话 而所有的其他人 都是要去聆听天主的话 而聆听在这个时候 就是参与 聆听才是参与 那么你说我拿这个经本 我自己去读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人 自己买了米萨本 不可以 那看大屏幕 投影上去 不可以 我拿着手机读 不可以 因为这完全都相反了 礼仪的意义 我们通过今天的读经 通过今天 厄斯德拉斯基给大家读经 以及大家是聆听 人民都策耳 静听法律书这件事 实际上让我们要明白 礼仪的参与的重要性 而且也要知道参与的方式 我们在礼仪当中 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而是要主动的参与 该听的时候就听 该读的时候就读 比如说唱歌的时候 我们不会 那这个时候 可以拿起歌本来 去看着歌本唱 没有问题 但是该听的时候听 该回应的时候回应 该静默的时候静默 该站起来就要站起来 该做就坐下 这是礼仪的要求 我们完全要按照 礼仪的要求去做 尤其弥撒经书总论 这是教会所颁布的 参与弥撒的一个标准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必须每一个 就是基督信徒 无论是司祭 还是普通教友 都要按照自己的身份 和职务来参与 这台弥撒上纪 比如说在弥撒当中 有读经的 有福记的 有唱歌的 有主记的 还有在下面 的回应的众为教友 我们是各司其职 以自己的身份 主动的来参与 这台弥撒 尤其在读经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去聆听 天主的话 而不是自己去读 这个时候也不是学习 以前也遇到过 什么情况呢 在弥撒当中 读经 能教友读两遍 大家要知道 这是礼仪 这不是学习的时候 这不是来学习读经 要练习读经 即便都没有关系 但是在礼仪当中 不可以这样 因为法典明文规定 任何人不可以 随便地去删改 增添减少礼仪的行为 必须要严格遵守 教会所规定的 我们既然是教会的一分子 那么我们就要 按照教会所规定的 去参与礼仪 而且还要主动的 严格的 按照教会所规定的 去主动的参与